Odia Jungle Odia Jungle 原标题,她五十岁,胸大腰细,靠这套神奇动作,比二十岁女儿还年轻漂亮。 这样,最近,一位来自塞尔维亚名叫Vegline的网红,凭借着两米长的捏天长腿,以及不俗的穿衣术,吸引了三十多万粉丝。 火遍朋友圈,这魔鬼身材,静致而光滑的皮肤,说她三十岁没人会怀疑吧? 但人家今年已经四十七岁,还是两个孙女的奶奶了,是的已经不是辣妈了,而是奶奶,她跟两个小孙女的在一起。 看起来明明就像母女,奶奶这两个词,让琪琪第一次感到无法知识。 深邃的轮廓,亮丽的外表,再加上作为一个行走的时尚精,不引人注目都不行。 看看人家的笔记迷照,健康的肤色,匀称的身材,丝毫没有一丝赘肉,光看照片就觉得是一种享受。 网友们纷纷表示白活了,自己二十岁的身材都比不过年轻务实的奶奶,简直羞愧难当。 可性感,可风情,还能假装少女小清新,至真美被杀,更是折服众人。 太让小婿羡慕嫉妒了,年龄比你大身材比你好就算了,关键是人家还比你会穿衣大扮。 休闲的少女风,驾驭起来毫无违和感,执行优扬的都市,风,气场强大魅力十足,波西米亚度假风,腿长两米风情万种,知场女强人风,气质干练消发迷人,用意的她跟左边的女儿对比,更加心情有魅力。 这哪里是儿女,明明像兄弟姐妹,没有人天生就有完美的身材,迷人的马甲线背后,住着一个自律的灵魂,付出过许多汗水,咀嚼过无数美食,才有着美好的身心,自信的笑容,自律的人生活都发着光。 不过,你肯定想不到,过得风生水起的这位奶奶,刚在2015年的一场车祸中,失去了自己的儿子和儿子的合照,痛失爱子的她也曾一度消沉,吸烟,嗜酒,痛哭,甚至还抱引抱时,身材也开始走样。 而那些以前看她的,爱曾被受鼓舞的粉丝们,也反过来成为了她的救手,他们鼓励她,给她留言,告诉她远去天堂的儿子,更愿意看到一个美丽的母亲,在粉丝的开导上,她也醒悟过来,她改变不了儿子已经不在的事实,痛苦是最没有意义的事,她只会搅乱你的生活。 她要把一个人的生活活出两个人精彩,未尝不是对儿子的另一种祭奠,她重拾生活的信心,在班里继续向网友分享自己的生活,展示完美的穿单,上雪山,去海边。 她开始,四处旅行,放飞自我,让生命的每一秒都格外美好,值得纪念。 旅行,运动,读书,她尽可能地让自己的生活丰富多彩,不仅为自己更为爱自己的人,内心强大而外表美丽,年轻,并非人生旅程的一段时光,也并非很夹红唇和体魄的矫健。 她是心灵中的一种状态,是头脑中的一个意念,是一股薄薄的朝气。 像网友说的,把年龄当徽章,人生就没有白活,每个年龄都是最好的年龄,愿你也能永远不放弃自己,永远保持一颗年轻。